二千年后,萧若元述往事,论当世,思来者 和大家一起细说太史公,史记 孟石军骰居伦理 孟石军搬去伦理那里住 内史庆,醉贵,喝醉酒回来 入外门不下车 在外门不下车,直驶的车进来 孟石军文知,孟石军知道,不吃,不吃, 慶恐,慶害怕,浴坦謝罪,除了上衣,向爸爸 請罪,不許,不肯, 举忠及卿,見浴坦,於是 举忠及卿,見 整個家族的人,和他哥哥見,都脱衣, 浴坦向爸爸謝罪, 他自己浴坦謝罪不行,還連他全家,所有全家的人, 和他哥哥,孟石军 孟石军,孟石军終於說他為什麼不正確, 內史貴人,你真是厲害,你真是大貫, 做到內史,入履里, 入回來這條巷裡面, 即是入屋的時候, 李宗長老街走匿, 那些長老,你那些長輩, 全部避開你,即是你駛馬車進來, 那些人就要避開你,而你看到那些人是怎樣呢, 而長使坐車中治愈,你坐在車上, 不同人打招呼,不下車, 不讓路,完全當是大曬, 故當,你是大官,真是對,這樣做, 乃謝罷慶, 於是 罵完他,教訓完他,才放他走, 因此慶及駐子弟入李門, 以後慶和他那些子弟,入家那道門, 吹自家,一定下車,而是稅步走回來, 孟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 到了元朔五年,孟石君死, 長子郎忠令見, 哭亦哀思,哭得很厲害, 這些就是,其實大大禮記規定, 符將乃能行, 一定要刑哨骨立, 即是父母死了,一定要很淒涼, 淒涼到整個獸, 只有一枝柴,一定要儲仗, 所以有枝,然後才能夠行, 才能夠表示, 你有多麼哀傷,這些其實禮記已經規定了, 歲月,年紀之後, 建亦死, 建亦死了, 駐子孫含孝, 那些子孫全部都很孝順, 然建最甚,而建是最孝順, 甚於孟石君年,孟石君都比兒子不上, 兒子那麼厲害, 建為郎中令,建造郎中令的時候, 書宙是, 曾經上書給皇帝, 皇帝發下來那封信, 他那封宙是, 適下見讀之, 見一看,若誤書, 原來寫錯字, 原來後面有一個, 馬者, 與美當午, 他寫的是帝書, 馬這裡, 在帝書好像一條尾一樣, 馬是有四隻腳加一條尾, 誰知他寫得快, 點少了一點, 金乃四, 不足一, 爭了一, 尚顯死二, 如果被上面責罰就死了, 甚惶恐,很害怕, 甚為謹慎, 做人謹慎到這樣, 須他皆如是, 任何時間都是如此, 孟石君, 少子, 慶, 他最小的兒子慶, 為泰伯, 泰伯就是管理居馬的東西, 預出皇帝居駕出, 尚問石中車中幾馬, 有時候皇帝問, 這次我坐幾隻馬拖車, 興以拆掃馬筆, 興是每次都數的, 其實你一眼就知道幾隻馬, 這個人這麼謹慎, 不是, 幾隻馬他都數一次, 一二三四五六, 舉手, 然後才答皇帝, 六馬, 知道嗎, 每次都問他, 他都數一次六匹馬, 興於駐子中最為簡易, 而他已經是一個最放鬆的人, 這個興是一個最放鬆的人, 都是這樣做事, 然由如此, 都是這樣, 為齊相, 在齊國做齊相, 舉齊國皆無其嫁行, 齊國全部人都知道他家裏的品行很好, 不然他沒有講任何事情, 而齊國大治, 齊國治安很好, 為立石上治, 建一個祠堂來紀念他, 就叫做這個石上治, 好,這節到這裡,